灣區偵探帶你融入灣區生活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那些影片了 想了解更多的流盤資訊 可以連結我們影片下方的WhatsApp連接 查詢發展相內部優惠價 我們希望無論是甚麼情況之下 都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支持我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ny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這是一個火舉虛白區的一個項目 就是這個營家 他就由賈居六集團去打造的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是一個四十年產前的一個雙主項目 就在火舉虛白區駁去七路這邊 駁去七路的話這邊有一個深中通道的一個出入口 到時的話我們可以直接上過春閉城 去到深中通道 大概都是十幾二十分鐘的一個車程 而且在項目的一個門口這裡 那邊就直接有一個深中局際中色城的了 這一塊都是他深中局際中色城的一個範圍來的 是一個商業貸 有寫字樓啊 有酒店啊 有超市啊 雙重啊 這些全部都有的了 而且有了解過的朋友的話 可能會知道 他對面 對面這棟建築的話 是叫關華新城來的 前期有過來中心這邊的朋友可能會知道 這個是一個自宅號碼 號碼都非常之大的 他就位於這個號碼的隔離這裡 那好啦 現在就不說太多 我們就直接進去薩樓部 看看他的一個情況是怎樣 好啦 那現在呢 我們就在薩樓部的天下 在這裡呢 就是他的一個區域地圖 和他的一個沙盆 那現在呢 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一個區域是怎樣 那我們樓盆所在的一個位置呢 就是為這裡的 這棟建築 就是火具虛發區這邊 那中山的一個火具虛發區這邊 那中山的一個火具虛發區呢 心中通道這條這條橋的 那火具虛發區的話 他就尊重人口的話 就有25萬人的 那有好多家那些知名的一個企業 比如說 其中世界五百強的一個投資企 在火具虛發區這邊就有20家的啦 那火具虛發區有些不知道的那些朋友呢 就要問火具虛發區究竟是做些什麼的 那火具虛發區的話 他主要都是做些電子 電子基地 或者說那些智能裝備 電子信息 新聞營 汽車配件 或者那些健康醫療 這些產業來的 主要都是做這些的 那我們樓盆呢 就懷疑火具虛發區 這條 白路 白路是中山的一條主共度 懷疑白路旁邊的 和那條益線路 這條益線路的一個救援處 那 那 在 項目來說 他周邊 他後邊的話 就是一個公園來的 那 在我們項目的話 後邊是一個公園 而且 交通方面的話 在我們項目這裏呢 就有那些公園車的 那 到時的話 或者我們自己開車 要去到 深中通道這邊的話 大概就十幾二十分鐘的一個時間 那 在我們項目呢 如果直接行上邊 中間 這條白路的話 直接下去 去到中山的一個市區 就是東區那邊 如果開車的話 大概都是十分鐘的一個時間 就可以去到東區那邊的了 而且 還有一個交通方式呢 就是平時 如果香港的朋友的話 就需要坐船 啊 坐船的話 就在最上邊那裏 有一個中山公的一個 後輪碼頭 那 到時的話 我們開車過去 十分鐘都不到 就可以去到那個 東山公的一個 後輪碼頭 那可以坐船 去到深圳福音碼頭 去到香港的一個 中拱城 去到香港的一個 機場那邊 都沒有問題的 可以去到 那 除了坐船 和自己開車之外呢 在我們項目這裏 去到中山公 中山浸 是一個高鐵浸來的 那 大概都是十五分鐘的一個時間 可以去到中山浸 那 在中山浸的話 現在 它 是一個輕軌浸 同時也是一個高鐵浸來的 那 在我們可以在中山浸這邊 坐車 三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去到 珠海 下面珠海這裏 珠海的一個拱北 上邊的話 是可以去到 廣州的一個 廣州林浸的 那 這個是輕軌線路 以後的話 那個深墓高鐵 中山現在有高鐵浸 建設著的 就是我們深墓高鐵 是深陣連接到 墓名那邊去的一個高鐵線路 那 在中山這邊有經過 深個浸點 一個是中山北浸 一個是中山浸 那到時的話 會經過中山浸這邊 啊 現在的話 是2023年通車 啊 那通車之後呢 我們在中山浸這邊 可以直接坐高鐵 過去到 深陣那邊 最近到香港 都是非常之便捷的 啊 那這個就是它 溝通方面 那 它配套方面的話 在樓盤 啊 門口這裏呢 就直接是一個 啊 啊 中山的一個 深中局 最中式城啦 啊 有那些居型之家 有寫字樓 有 啊 酒店 大型的一個 一個購物中心 啊 距離項目 和我們項目的話 只有五十米的一個距離 小小的呢 我們可以去到 啊 火具雙圈上邊那裏 那裏 那裏 火具雙圈上邊這裏的話 有個 啊 太陽城雙圈的 那這個太陽城雙圈 是一個 都是一個商業購物中心 裏邊啊 有那些 電影演啊 KTV啊 啊 還有 肯德基啊 這些全部都集中在 那個太陽城雙圈那邊的 啊 最陰些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去到那邊的 一個燈能湖公園 啊 啊 化肚身公園啊 啊 地方公園啊 這些是它的一個 優行的一個配套來的 那醫療配套的話 啊 距離我們項目五百米的一個 它們呢 有一個心甲醫院 就是火具虛發區醫院 啊 還有一個綜合性的中醫院 啊 叫谷丹中醫院來的 啊 那這個呢 就是它周邊所有的一個配套來的 啊 而且項目的話 靠近心中通道 所以 如果在這裏的話 做一個頭醫或者自己住的話 都是 嗯 啊 家裡沒有問題的 啊 那區位和大家介紹到這裏啦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沙盤 那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呢 就是它項目的一個 項目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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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那現在我們坐的一個位置 就在這裏 啊 一邊 一邊的一個項目的項目 那整個項目的項目呢 它是有四萬五平公園的 啊 啊 那在前面這裏 啊 這個 啊 啊 啊 這裏 是有的一個老天游泳池來的 是一個徐高室的一個游泳池 所以這這樣的一個設計 它的一個私密性的話 會比較 比較好些 而且整一個項目的話 它都配有 圍繞著整一個小區的一個 一個月光跑道來的 啊 那可以看到整一個項目的話 就一共七棟建築來的 啊 啊 七棟建築 那現在主要在賣的呢 就是二棟和深棟 這兩棟 那二棟和深棟的話 深棟是有分的 深棟是分為A座和B座的 那 那二棟的話 它主要在賣的是 一些平層的一個燈位 二十八層兩棵五戶的 那其中有三個尺寸去選擇 啊 第一個呢 是八十一平封米 就到兩棟兩棟一環 啊 一個是一百零八平封米 三棟兩棟兩環 還有一個是一百一十八平封米 三棟兩棟兩環 這個是它移動平層的那些燈位 那 那深棟這邊呢 它是賣的是複式燈位來的 它總共就十五層 啊 兩棵九戶 就有兩個面積的兩個尺寸 六十五層封米 三家二房 兩棵兩懷 啊 七十五層封米 四家一房 兩棵兩懷的 那它有一個 現在賣的是一個關鍵呢 大概就是 呃 平層的 平層燈位就是移動這裡 它是賣的是一萬一到一萬二的一個關鍵 啊 不過就是磨皮的 那複式那邊的話 就伸到這邊 它是賣的是萬五到萬六的一個關鍵 那這邊的話就是大 大中收的 啊 那平層它 層高的話是有三米 不適的話 它就有四米五 啊 這個就是它 湧動最瘦緊的一個情況 那收樓的話 就要去到 二零二年的一個年底這樣收樓的 啊 啊 那整一個項目 啊 小區來說的話 它不大 它的一個六八六呢 就分之三十這樣 不過小區所帶有的一個配桶呢 啊 都是會比較足一點 啊 而且的話 它下面這裏 移動和心凍這邊 下面這裏 一樓 到時候都全部做分那些雙液體的 啊 做分那些雙泡啊 等等其他 雙路超市啊 等等這些的一個別套食肆啦 啊 那這個呢 就是它小區的一個情供啦 那待會我們帶大家去看看它的一個用等根 好啦 我們現在所在的一個位置呢 就是它的一個 啊 心凍這裏 啊 啊 現在呢 我們看的這個護形就是 心凍靈心護形 七十三屏風麥 啊 使用面積的話 是有一百一十四屏風麥的 做到四階一房 兩聽兩懷 啊 一門的話 它的一個門呢 就是 採用那些電子指紋密密碼鎖的 啊 那在門的後面這裏呢 它就設計為一個廚房 廚房的話 它是腰字形設計的 啊 而且還許命火的 那到時交流之後呢 廚房的一個心境套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消毒櫃 啊 還有上邊這個 抽油煙機 還有這些櫃 它都會做好 做好給業主去使用的 啊 這邊的話 它就二樓了一個雪櫃的一個位置在這裏 啊 這邊呢 就是它客廳的一個位置了 啊 客廳的一個 虛筋呢 是有三麥幾的 在客廳 後面 旁邊這裏呢 它是做了一個 路頹的一個面積啦 那 令到隔離這裏去 啊 隔離這裏是一個 一間房來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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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是 放棕桌 作為一個 食廳 都是剛剛好的 啊 這裏就是它一樓的一間房 啦 那它複式單位 啊 一樓就擠這間房 都足夠大的了 而且這邊放過衣櫃 空巾剛剛好夠用 這個呢 就是它工用的一個 洗手巾 啊 這個是洗澡房 馬桶 和那些洗手 洗手台 那這間呢 我們上去二樓看看 它中間這裏的話 它就做了一個 真空的一個設計 啊 那在這邊的話 它就 這裏的一間房 會比較細些 啊 到時可以做一個 書房 或者BB房 都OK 啊 而且它在這邊 進去的話 啊 進去的話 它還有一個 陣上面積的一個 空間在這裏的 那到時的話 都可以做一個 縱 縱門的一個地方 啊 這邊 還有一間房 這間房的一個 面積都會比較大 而且它每間房 都有那些窗 在那裏的 保證它的一個通風 取功 還有它的一個 舒適感 啊 到時這裏的話 它設計上一個衣櫃 縫一個衣櫃在這裏 啊 這裏還有一間房 和隔壁那間 啊 都差不多 會小小小 啊 不過 房中1米8的蟲 還有一個衣櫃 再放兩個蟲頭鵝 都OK 沒問題的 啊 最後最後的話 就是它這裏 二樓的一個洗手間 啦 和一樓的 是一樣的 那它二樓這邊呢 就做了 啊 新間房咯 一樓有一間 就總共是 四間房的 四房兩廳兩位 是一個 廚房 廚房都足夠大 啊 這個就是我們 七十平的一個戶型 這一間呢 是二棟的零生房 啊 一百一十八屏風咪 做到三房 兩廳兩位的 入門的話 這裏是一個 入庫花園啦 那旁邊這裏呢 到時可以做一個 鞋櫃 啊 還有 上面可以做多些 植物櫃在這裏 那這裏呢 就是做了一個 定紙 指紋密碼鎖的 啊 這邊是它的一個客廳啦 客廳的話 它的一個空巾非常之大 客廳後邊這裏的話 是它的一個 熊腿 熊腿的一個面積呢 都足夠大的了 按下的一個 管道 看出去的話 看出去的話 是看小區的一個 旅行景 現在就在市間公 這邊 是它叫一個 啊 餐廳的一個位置來的 餐廳的一個位置 和客廳 是一種大 的 逢中 大一點的腿 在這裏都沒有問題 啊 旁邊 一邊看出去的話 對面那裏是關華新城啦 啊 沒有什麼遮擋的 打開窗的話 就是一個能不通透的一個護形 這裏是廚房 廚房是設計物 一個在類型的設計 廚房旁邊這裏呢 還有一個生活露台 啊 那這些 這裏呢 它設計了 放洗機的一個位置 在這裏的了 啊 這個位置是二樓圍 放雪櫃的 那現在看看它的房子是怎樣 啊 這裏有一間客房啦 都是 十一瓶那樣的 一間客房 啊 鵪好 夠用 啊 這裏是縫鬱蟲 兩個蟲爐 那旁邊這裏 可以設計一個衣櫃 這邊就是它洗手間的一個位置 啊 這邊都是它的一間房 這間房 會比較細些 啊 不過它的一個取工 和通風 會 比較舒適些 縫張床在這裏 旁邊這裏都可以 有足夠的空間 做一個衣櫃在這裏的 這裏就是主用縫啦 主用縫會比較大些 放著用麥白的蟲 啊 那這裏還做了一排的衣櫃 啊 兩個蟲頭櫃 那這裏的話 它就 做了一個飄沖的一個面積 那飄沖的面積呢 是全部震送的 啊 這邊呢 就是它主用縫的一個洗手巾 和公用的洗手巾 啊 模式是一樣的 這個呢就是一百一十八平方米 做到三縫兩廳兩位的一個護形 啊 這個護形是比較舒適的 那你住的話就非常適合 啊 啊 好啦 那麼 剛才呢我們就參觀了瓦居六 二營加這個項目啦 那實際上來說的話 項目的一個陣地呢 就不太大 不過它配套呢就有的了 因為它 好像這些一樓的這些地方的話 到時都會做一些商業體來的 所以 配套方面的話 現在都完算的了 而且 對面有一個新宗局際中式城 那它都是一個商業配套來的 直接在樓盤門口 啊 等到那邊成熟了之後呢 我們 啊 一出門 就有那些可以享受到那些商業配套啦 那這個項目來說的話 它就 平層和複色都有 啊 而且是 是四十年曾經的一個 一個 一個雙主樓來的 啊 複色的呢 它就兩個面積 啊 坦氣山地都是比較實用些的 啊 而且還可以名火 有老褲 一般的話 那些複色單位 是很少有名火 還有帶露台的一些燈位來的 那這個就有 啊 那平層的燈位呢 它就 和住宅沒有什麼區別的 啊 啊 而且它的一個護形呢 啊 啊 看起來都是比較實用些的 所以 這個項目來說的話 如果用來投資 啊 啊 買複色單位 我覺得是買得過 啊 如果用來自己住的話 那些平層的單位都OK 沒問題的啊 啊 不過啊 有些人就會擔心它是中住的 到時候 它的一個稅費會比較高些 不過這個都不要緊要 因為 件事來說 在大陸這邊買房 稅費的一個問題呢 都是由 啊 實收的 就是你出手多少錢 到時候你就實收多少錢 啊 那今天的一個項目呢 就和大家介紹到這裏 啊 如果有想看其他樓盤的 那些朋友呢 都可以 直接留言給我 啊 到時候我都會去 拍攝給大家看 那今天就到這裏 啊 拜拜